美国要想抵制共产主义 它必须要控制住的地区就是哪呢 欧洲 对吧 欧洲 但是欧洲 当时很惨 惨到什么份上 这炸的跟月球似的 惨到什么份上 这个英国的秋景 打完了仗 老头也退休了 坐着吉普车的 在德国呀 法国呀 这些地方转了一圈 老头都哭了 这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呀 这很多古老的文明中心 挺立了上几百年历史的大教堂 这皇宫什么玩意儿 全部被摧毁了 这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这个秋景说呀 光把柏林的碎砖烂瓦清理干净 需要二十年的时间 欧洲完了 彻底完了 沦为美国和苏联的可悲的附庸 完蛋了 所以这个欧洲的经济很不景气 工厂全关门了 工人全下岗了 工人没活干 工人就要干嘛 起义 游行 最起码游行吧 然后起义 罢工着跑掉造反 就起义 他有起义 谁就上台了 共产党就要上台了 能明白那意思吗 当时的意大利共产党 是世界第四 法国共产党是世界第三大共产党 仅次于苏共和中共 苏共当时九百万党员 中共五百万 法共四百万 还有五十万军队 就是当年抗击德国侵略的内地军 还有五十万 你说来文的来五的吧 来文的 选举 我四百万党员 算上家属 一人一票 多少票 来五的 我五十万军队 我怕你 你小样 我怕你 所以这么一看 美国的国务卿马歇尔 说了一句名言 当然他这句话有问题 供大家批判 他说了一句什么名言 贫穷是产生共产主义的唯一徒 所以要想让欧洲不至于被赤唤 我们就得帮助欧洲人从贫困的阴影下摆脱出来 所以怎么办 给钱吧 欧洲的技术良好 他缺的就是什么呀 资金 明白这意思吗 你可以把这工厂炸没了 你可以把铁路炸弯了 你可以把厂房炸碎了 人脑子里的技术 你是炸不掉的 二次大战以前 诺贝尔奖得主 百分之七十都是德国人 所以他有技术 他就是缺钱 您只要一给钱 他就活了 他就活了 因此这个 杜鲁门总统批准了这个 欧洲经济复兴计划 我来说 好 好了